照目前的公投法 它的確會有一些模糊的地帶 比如說政府應該做必要的處置 那到底這個處置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 這個並沒有很具體 那這也是最近有不少專家學者 或者是大家在討論說 這樣子的公投法是不是還不夠嚴謹 應該更具體的要求 當然這裡面有創制跟覆決的問題 對法律的這些覆決通常是在公投通過以後 法律上就必須要根據公投的結果 來做修訂或者修法 那這部分可能疑義比較少 但是對於創制的這一部分 可能就會空間比較大 所以會有一些民眾擔心說 公投到底有沒有效 公投過了之後 政府會不會依照公投的結果來落實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再次要求跟呼籲政府 必須依照人民的意志來做政策的一個調整 這才符合我們公投的一個意義 從政黨的角度 公投跟補選它當然會有一定的關聯性 因為做一個政黨 你就是這些政治任務它彼此結果會相關 但是對於人民來講 我認為人民很清楚 這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對於政策的選擇跟投票 一個是對於這個地區的一個補選 一個民意代表的選舉 所以我認為從人民的角度 這兩件事大家應該會分得很清楚 而且很清楚知道說 政策上我怎麼樣來決定 對我有利的一個政策 那人選上我怎麼樣找一個 能夠為我服務 為人民服務 為地方爭取建設的一個好的 立法員跟民意代表 立法家 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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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